讲到水从天上来 就从高然后流到低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好奇的去问说 那台湾住最高的是哪些人 那现在大部分人都告诉我们 大概就是我们的原住民当中 那个布农族 他们住的呢 大概是现在各族群当中 平均住的最高的 也就是说水下来以后 他们应该是最早 就会碰到水的一群部落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就去访问 也去了解 那布农族对水是怎么样的感觉 那就听到他们说的 非常非常多水的故事 有机会可以慢慢跟大家分享 那其中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布农族的前辈也在告诉我 他听故事听到他五十几岁 因为他的阿嬷 他原住民当中 算是很高寿的 那种百岁的人类 所以他从小就常常听到 这些阿公阿嬷 会跟他讲的这个故事 他们原住民唱了一首歌 那首歌呢 他就从小就会哼 也是他们的母语 然后他长大一点呢 他才发现那一首歌都在讲地名 都在讲什么山 什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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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首山的歌 他也一直都搞不太清楚 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多地名穿在一起 那他大概就在这个十几年前 自己也开始非常好奇地做这种研究 去探讨 结果他非常非常惊讶地发现 原来这一首歌 因为刚刚讲到布农族嘛 那他们住的地方呢 传统上靠着玉山 在玉山的这个周边的山路 是他们过去传统的领域 那日本人让他们才往下搬 所以现在住的地方呢 跟以前的地方都有一段距离 他们感觉他们就被远离的家乡 刚刚讲到的这一首 他们祖先传下来的这首歌谣呢 其实是一条沿着我们现在 新中横台21线 这条公路呢 差不多几乎是平行 但是更往山区 就是你不是走公路 他就是绕着山人家走 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 他就跟我讲说 原来他们当初住的地方 山上也曾经坐大水 那坐大水就发生很大的危害 那他们不能地方住 所以他们必须从某一个山 要经过哪里 再走到哪里 才搬到他们后来住的地方 所以那一首歌 他们的歌里面 其实就注明了说 山上发生过洪水的大灾害 以至于他们搬家 他们搬家的时候 他们是沿着哪一个山 走哪一条路 可以转到哪一个地方 以至于他们可以住在哪里 也就是当他透过这一首歌的时候 他突然间可以看见 好像几百年来 甚至几千年来 他们的先祖 如何在台湾的山上 因着水而走过的一条 历史跟人的一条足迹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会想说 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哪里去 当然你可以用文字写下来 可是这个故事 或是歌谣 这样子的口耳相传 其实是更有感情的 阿公阿嬷 就是跟孙子这样子 一路一路地讲下来 这样子流传下来 大家跟我讲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直鼓励 他能不能把这首歌 写成这个现代的文字 再找到现代的音乐 能够再把它重新复制出来 让更多更多 台湾的民众都能够来共享 让我们能够分享 他们的祖宗 透过这样的歌谣 带给我们的祝福